大家好,我是拖鞋 好爛的坑喔 大家好,我是大佩,我藍大A 都一樣,沒什麼差別啊 他本來就沒有很愛洗澡啊 所以沒有什麼失望的 他春狂變多,我變少了 我啊,我覺得我家道中弱 那我覺得我沒有什麼變這樣,還是一樣 因為他沒有附有過 他早起啊,我就起不來 我沒有差,因為都是我早起這樣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在叫羊啊 他是放羊啊 我是眷羊這樣 幻羊 幻羊 我沒有情緒管理的問題啊 因為我沒有在管理 他因為沒在管理 我就只能看著他沒在管理這樣 那他全身上下都地雷啊 我是越南就對了,很多 很多未爆蛋 比如說,那時候他在做月子中心這樣 我就喜歡開玩笑嘛 他去洗頭,他用老薑洗頭 然後我就說 因為薑是老的辣,他就生氣了 他身上沒什麼地雷 對 因為我覺得他每天就是自殺炸彈 可可,你知道嗎 所以 就我也不需要踩到他地雷這樣子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的老婆喜歡吃東西的話 就他生氣的時候 你就要答應他給他吃大餐 帶他吃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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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就越貴越好嘛 然後就是安撫啊 多怎麼講 哄,哄老婆 老婆會用哄 就跟小孩子一樣 你知道嗎 你現在經驗很老到的,對 轉移注意力還蠻好用的 小孩子吵鬧的時候 你可能就給他玩具玩 對,他在歡的時候 你可能給他果汁這樣 對,因為小孩很容易分心 所以這是我自己 育兒的一個發現 其實我好像沒有什麼小沛寶耶 我就叫他爸就對了 像藍白拖最近就是有一新招 就是把一些就是 可能我很不悅的事情 然後他會換一個方式 在FB上面講出來 那其實我可能看一看 我就覺得還蠻好笑的 我覺得FB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會知道 就是老婆的狀態這樣 因為老婆生氣 可能他會先跟FB講 不會跟你講 所以FB很重要 當沒有了BF以後 我們生活只有FB了好不好 景點喔 因為其實我們出國 都還蠻隨性的耶 我只能就是給 就是想要帶雪林前 孩子出去的爸媽一個中顧 就是 記得要告訴自己 那個孩子長得很像你 你要對他就是保持耐心 因為出國以後 每個小孩自動 那個可怕的程度 立刻升級 就是你要想 就是老婆是最美麗的風景這樣 因為老婆去旅行 一定會生氣 才跟你講他很漂亮 他很漂亮 對 那我覺得就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東南亞的 長得很像那片的圓南 對 很接力氣這樣 沒有 貌合生理嗎 一目情侶 應該說就是 我覺得我們兩個的一些生活方式 其實可能 可能可以讓別人知道說 其實 好像很多人既定一項 好像就是媽媽就是要照顧小孩 然後爸爸就是要負責養家 負責經濟的一些開銷 我覺得我們兩個就是可能 可能可以告訴大家就是 其實不是每個角色都是這麼固定的 其實做一個非典型的爸媽 其實也是可以的 重點是兩個人 兩個人覺得很OK就好了 那我就是 怎麼講 好像沒有 因為我自己人不是一個榜樣 所以就隨便說吧 對 隨便啦 就生生命如浮雲吧 好爛喔 好爛喔 快點